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报报 大家好 我是小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被翻拍的老剧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像是金庸 古龙他们的武侠剧 就不用多说了 基本上还没间隔十年 就会再次被翻拍 但是这些被翻拍的老剧 其实能真正出圈的并不多 大部分都是会被遗忘的 那不然就是被吐槽 能够成功的翻拍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而最近网上又有了 一部经典电视剧 要被翻拍的消息 这部剧就是《士兵突击》 《士兵突击》 是2006年的一部经典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蓝小龙小说 《士兵突击》 讲述了一个农村出身的 普通士兵 许三多的成长历程 不抛弃 不放弃 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兵的故事 《士兵突击》2将翻拍 这可不是一部普通的军旅剧 在当年该剧获得飞天奖 金鹰奖 白玉兰的最佳电视剧奖 这些剧中的所有主演 现在都有着很高的名气 该剧的主演阵容 是王宝强 陈思成 段奕红 张义 行家动 张国强 李晨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都成为了影帝或者师弟 由此可见《士兵突击》的眼光 是有多么的好 难怪这部剧 当时会成为收视率冠军 获奖无数 而且直到今天都是经典 三字男星引起热议 但是越经典的电视剧 就越难翻拍 更何况是一个获奖无数的电视剧 最近经典剧《上错花叫对错狼》的新版播出后 就受到了很多的吐槽 如今《士兵突击》翻拍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感到很害怕 据爆料新版的 《士兵突击》已经正在选角了 而且其中一位 男主成才的演员已经定了 是现在流量很大的三字男星 成才这个角色 原本是由陈思成出演的 在这部剧里 陈思成可以说一点都不油腻 演技非常到位 这是现在的陈思成 也没法演出来的一种赤诚感 所以说这个角色并不好驾驭 给出关键词后 很多人都猜测 会不会是王一博或张哲瀚 邦俊 肖战他们都是两个字的 如果说三字 再加上近期流量很大的男星的话 确实很有可能就是王一博或张哲瀚 要知道王一博 最近这两年其实演了很多正剧角色 比如冰与火 李姓照耀中国 维和防暴队都是军人类型的角色 因此他确实很有可能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王一博张哲瀚成候选男主 而张哲瀚要说演戏的专业程度 还是要比王一博好很多的 而且他也演过军人类型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 张哲瀚确实是最近发展很好的一位流量艺人 其实张哲瀚是赵薇旗下的艺人 以赵薇的影响力 给张哲瀚接一个正剧类型的角色 也并不难 而除了王一博和张哲瀚 还有推荐黄景瑜去出演 黄景瑜演过的 《红海行动》和《破冰行动》都有不错的成绩 而且黄景瑜私下也是经常健身的 如果要说气质和演技的话 黄景瑜确实是年轻演人中很不错的一位 但其实对于观众们来说 最希望的其实是原班人马可以重聚 还有小伙伴说 原班人马出第二部不比翻拍箱 毕竟老戏鼓们的演技总是比流量明星来的放心很多 因此网友们纷纷吐槽 怎么敢的啊 王宝强的士兵可不是粉嫩小生 他的出身普通农民以及形象跟许三多绝配 就这么爱翻拍吗 别回我经典真写不出来剧本了吗 确实如果旧版已经达到了巅峰 不会有比宝强更合适的许三多 不会有比张义更合适的史经 不会有比段一红更合适的元朗 不过有时候新版不一定就不如旧版 现在士兵突击的悬角也才刚开始 我们还是要等官方的消息哦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小编一起讨论哦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